钓鱼台争议持续 各地民间呼吁两岸联手保钓的声音频传 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重申 钓鱼台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 基于国家政策及自身利益 不会与中国大陆共同合作处理钓鱼台问题 国民党立委卢秀燕今天说 借机车换照制度已经决议废除 但交通部仍编列相关岁入预算 公路总局代表说预计明年7月上路 直接球扣曾亚尼今天在英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 面对强风禁雨严重爆肝 四轮总肝数299肝 较标准肝高出11肝并列第26 曾亚尼说 皇家利物浦球场今天的天气状况 是他参加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 巡回赛以来最糟的一天 林书豪在纽约尼克队有家里借睡一晚沙发后 隔天在球场上一战成名 从此与沙发结下不解之缘 由于家具还没送达新家 好小子今天再次求助 休斯顿火箭新队友巴森斯借他睡沙发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